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年29的第二節 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三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有保守派媒體察覺得到 原來這隻拜登就陰陰濕濕地 將特朗普總統時期 針對孔子學院的命令 撤銷了 當然惹來了政壇上的一片花言 第二宗消息 早在2017年 特朗普總統已經帶領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但是近日 拜登竟然將美國重新帶返這個平台 而且還要和中國 俄羅斯和古巴等國家 一起共商人權議題 第三宗消息 就是上海市皇部區人民法院 近日作出了一個裁決 裁定了兩家福建的公司 是對於美國品牌New Balance的雙標侵權 叫他們要賠款 2500萬人民幣 當然這個數額都是相當大 而且 外奸認為 這個判決是有向拜登示好的意味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到底拜登怎樣 陰陰濕濕地撤銷了對於孔子學院的限制 其實這一項的限制 就是特朗普總統在去年12月31日 所提出的 這道命令要求 凡親獲得外國交流項目 認證的高等院校 和中小學教育機構 必須披露 來自孔子學院 或者孔子學堂的任何合約 合作關係 或者財務往來 即是凡親接受孔子學院的資助 或者跟他有任何瓜葛都好 一定就是要披露出來 無所遁形 特朗普總統當時認為 這種做法是有必要的 因為巨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調查顯示 孔子學院資金充裕 而且打著語言和文化倡議的旗號 但是他們實質上所做的事 就是跟 大陸政府機構的關係密切 而且又善於藝裝 還涉及到 幫大陸政府宣傳 和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 以上就是特朗普總統 在執政的最後階段的時候 所作出的宣示 而在昨天 保守派媒體National Post 國家脈搏就披露 原來拜登上任頭一個禮拜 就已經暗地 將這道命令 無聲無息的 笑笑地撤銷了 當然拜登的做法 就引來了共和黨議員的質疑 原來拜登可以靜悄悄地撤銷命令 而不需要交代的原因 如果不是保守派媒體 國家脈搏 現在爆料出來的時候 都沒有人知道 原來他早在1月26日 就撤銷了這個限制 到底拜登是因什麼解救要撤銷這道的命令呢 他是沒有作出任何解說的 現在撤銷了這道限制以後 究竟 美國往後的學術界的發展會是怎樣呢 是不是會重回到奧巴馬的年代 即是說大陸的孔子學院 就能夠和美國的教育機構進行所謂的 學術交流 繼續就以這個名義 來擴大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呢 又或者 那個所謂的千人計劃 會不會是重新復甦起來呢 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而共和黨人就質疑這個拜登 你口頭上就說要對中國強硬 但是實際上所做的事 似乎就是反其道而行 這些簡直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是口不對心的 但是相反地 法國總統馬克龍 那個態度就跟拜登完全相反 我們前天都說過了 法國憲法委員會 剛才是 批准了這個反華違法 但是 馬克龍總統他把口說 拒絕聯同美國一起對抗中國 就等同於請拜登吃檸檬 當他臭死一樣 只不過 他所作所為的確就是對抗中國 你整個反華違法出來不是對抗中國 所以 馬克龍那種的做法 就是做了都不認 反之拜登 就是只說不做 而且不單止是拜登 他所陰點的國務卿布林肯 往往就很喜歡說一些動聽的說話出來 但是 其實這個底腕 都是跟拜登一樣 布林肯 接受CNN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 說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就是正確的 那些燈粉KOL一定會截取了這一句出來 大港特港 又去吹捧他 又說布林肯如何繼承蓬佩奧的強硬路線 但是布林肯 還有一句在後面 這一句才是精華之所在 才是重點 布林肯就補充 說特朗普總統的做法 依據他的判斷就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基本原則就是正確的 即是說 特朗普總統任內的所作所為 其實布林肯都是予以否定的 純粹就是對華強硬這一句口號 他是接受的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現在拜登布林肯團火 他正正就是只有一個口號 就是Lip Service 只有一個港字 因為他都認同 港方面就要強硬 但是做的方面又怎樣 就說特朗普的做法是 錯誤的 你就知道他大概會做些什麼 就是軟弱 只有一個港字 所以 我看到有些人經常去吹捧拜登 布林肯 這些是散播一些假的希望 騙香港人 明代大儒王陽明 在誤導的時候 就說過一句說話 叫做不假外求 就是說 不應該求諸外奸的力量 而是應該求諸自身 其實 希望都應該是建立於 堅定的信念 而不是建立於浮沙之上 老實說如果一個人的希望 是會建基於拜登 或者是布林肯身上的 他肯定就是會不斷失望 而且做人都相當迷糊 但是如果那個希望是建基於自身的信念的話 那就不同了 那個人一定會更加理性和清醒來面對問題 而且他就不會經常都失望 因為希望是建基於自身的信念 只要信念不滅的時候 希望仍然會存在 所以掌握著信念就很重要的 大家試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手撿著一把浮沙 到最後都是觸不住 是只有吉 好了 講下第二宗消息 就是關於 美國重返 人權理事會 其實整件事就相當滑稽 當初特朗普總統就是不認同 在聯合國框架裡面是能夠解決得到人權問題 他才退出人權理事會 他就是認為 美國是不需要再受制於這些什麼繁民用節 不需要再受制於這些傳統的框架之上 甚至乎早在去年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就有意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聯盟 現在當然是搞不成 因為去年有疫情的關係 本來那個G7工業國聯盟就會改組成為D10民主十國聯盟 但是今年有望由英國首相約翰遜 幫特朗普總統完成這個夢想 今年就有機會成立這個D10聯盟 他就想在一個新的框架那裡解決人權問題 但是拜登就是包咬頸來的 總之就要跟特朗普總統對著幹 你講東他就講西 你走左他就走右 好了 現在他就說要重返這個 人權理事會 就以觀察員的身份重返 為什麼呢 因為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國 去年就已經是選了出來 在去年10月13日 人權理事會就進行了直次改選 那麼投票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中國 俄羅斯 古巴 巴基斯坦 以及烏茲別克等國家 是高票當選的 大家試想像一下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那個人權狀況是多麼偉大 你走進去做這個 觀察員 根本就是自貶身價 而且你還要跟這些國家與虎謀皮 跟他商議人權議題 你說是不是很好笑 一方面 拜登又說這些國家的人權狀況 就不好 另一方面 你是主動走進這個框架裏面 跟他們談人權的議題 你可以談些什麼 出來才行 所以根本上聯合國的框架裏面 到底還能不能夠發揮到一個積極的作用呢 特朗普總統就說不行 所以他才退出 老實說你這些人權理事會的改選 純粹就是高票就贏 一個國家就代表一票 你不要管他有多少人口 中國沒有東西多 就是錢多 和朋友多 所以 他高票當選的 你怎樣跟他談人權議題 在這個框架裏面 其他都不要說 只是說你拜登要求中國 說要譴責緬甸軍事政變 中國理你都傻了 你還說跟他談人權議題 是不是浪費時間 還有就是 布林肯之前跟楊潔篪通電話的時候 我都已經判斷了 布林肯已經是被楊潔篪吃了 當時楊潔篪就說到 世界各國應當維護的 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那現在你拜登 要帶了美國重返人權理事會 正正是在 work on 楊潔篪所說的話 你正能否讓楊潔篪吃 有些人人說布林肯在這趟電話當中 都表達出的強硬的意思 這是廢話來的 別看他說什麼 你要看他做什麼 正跟同著 法國總統馬克龍 可以說 不會採你聯美抗中 在画國紛它偽 livro 根本就是反華為法 所以你不要看他在說什麼 你看他在做什麼 你現在在做什麼就是在做別人要求你做的事 所以這些是無法爭辯的 是要說客觀事實的 好了 再說第三單消息 就是上海市黃埔區人民法院 就做了一個判決 就說有兩家福建的公司 就模仿美國體育產品製造商New Balance的商標 需要賠償2500萬元人民幣 是外國品牌在中國提起的商標侵權官司當中 獲判賠款最高的金額 就是說在拜登上任以後 就做了一宗這樣的判決出來 所以有意見就認為 到底是不是向美國方面示好 是伸出橄欖枝 我認為都有這方面的意味 因為以往類似的判決 賠償額通常都是七位數字 現在創了史上的新高紀錄 是不是表達出一種 禮上往來的意識 那就真是見仁見智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